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最近传出我们的吉利汽车准备收购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10%的股权 这个消息一出在国内外舆论引起了巨大震动 当然对于我们国人来说 这个消息让人很振奋 因为奔驰是德国工业的象征之一 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代表了世界汽车工业的顶尖水平 然而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 这种心态就很复杂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德国的很多政客和媒体都惊叹 中国企业是如何成功打入一个德国工业界偶像的 都在呼吁加强对中国企业收购德企的监管 限制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活动 英国媒体注意到 现在德国社会对于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抱有很大的偏见 甚至于敌视 在很多德国人看来 中国企业是抱着一个目的来到德国的 那就是吸走德国的技术诀窍和工程技术专长 然后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 相信很多朋友知道了德国人的想法之后 一定都会觉得很生气 会觉得你德国人凭什么这么自负 难道世界上的技术诀窍和专长 只有你德国人能搞出来吗 你先别焦急的生气 其实德国人从前还真不是这么看待中国企业 不用太久远就在十几年前 德国企业不要说对中国企业充满戒备防范 甚至还要主动向你悬崖悬崖自己的先进技术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对他构成威胁 给你看看又如何 除了能满足一下自己的虚众心 还可以让你们崇拜我大德国的技术 帮我打开中国的市场 然而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 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的慢慢改变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介绍徐工集团的节目 二十几年前我们的企业参加国际工程机械展会的时候 德国企业甚至会邀请我们走进他们的参展台 去走进他们的先进设备参观 而且还要详细的介绍 当然这种介绍是在一副高高在上傲慢自得的神情下进行的 然而随着徐工集团的工程设备开始在众多领域迎头赶上 中国设备开始在国内外跟德国厂商展开激烈竞争之后 德国厂商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以后的国际工程机械展上 德国企业的展台干脆直接对中国厂家关闭 别说不给你介绍 甚至都不让你靠近展品 这时候甚至曾经傲慢自得的神情 也换成了一副充满警惕的表情 徐工集团的这个体验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德国人已经把中国企业视为了对手 而且还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可怕的对手 当然你可以说人家是怕我们偷他的技术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从前不怕偷 突然现在怕偷了呢 因为他认为你具备了偷师的能力 从前他看不起你 甚至认为你摆出来给你看 你也看不懂学不会 现在不一样了 不仅是德国企业 德国人现在甚至已经为自己的世界工业强国的地位感到担忧了 他们不光认为中国企业的产品会抢占德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而且认为德国这个以工业著称的强国都可能会被中国偷走 所以我说 德国人对中子企业并购德企防范十足 首先不应该感到生气 而是应该感到自豪 就像演艺圈里盛行的原则 不怕被人骂就怕没人理 现在中国制造已经让德国制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威胁 曾经低端制造业的代表让高端制造的标杆害怕了 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工业的腾飞 产业升级所取得的成就吗 对德国来讲 现在开始担心害怕 再来用非市场的手段进行限制 已经太迟了 正如19世纪的英国无法阻止德国的崛起一样 当你意识到风险的时候 趋势已经不是你可以改变的了 不幸运的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